對媽媽的畫色選金華編 可愛的金二代長大囉 接下來是韓菲的 韓 手機定位 你的位置是誰會定位 其實是媽媽會用她的手機 定位我的手機 然後就有一個 是爸爸叫我定位的 我直接定位的話 他一定會跟我衝起來了 那我就迂迴了跟媽媽說 媽媽,那你跟韓菲講一下 那個手機定位呢 就你幫他定位這樣子 韓菲比較不會反彈 但是現在韓菲跟媽媽衝起來沒關係 他們衝起來 我剛好可以當何四老 會 但我不得要幫我女兒說 因為我老公 你知道我女兒已經快要十八歲了 然後有時候他 我女兒是一個很自製的人 他幾乎很少出去 他偶爾偶爾才會跟同學出去 但我老公 他只要一出去 我老公就會說 我說他才出門沒多久 他就是在信義商圈 不是你看一下嗎 不是你 不是只有你有被害妄想症 我也有 然後我就說 好,到昆陽站了 像我們一般就知道我到昆陽站了 然後他就會打電話囉 他就打給他女兒說 妹妹 你在昆陽站對不對 爸爸去接你好嗎 應該說我通常都會跟爸爸媽媽說 我要去哪裡 然後差不多幾點會回來 我知道他們是出自於好心 就是說如果有時候 怕我自己坐捷運公車回來會不安全 但是我覺得 就是比較讓我會覺得有點 被監控 小燕凡 就是頻率太高了 就是可能有時候 我可能直到旁邊的星巴克 然後他們都可能 你在星巴克 都可能傳去說 你現在在星巴克嗎 爸爸在星巴克廁所裡 這樣子 好可怕 有一次就是我問昊燃 他那個說 韓菲現在在哪裡 他 因為他那天說要留在學校 我那時候剛好在附近 我就想說 那這樣既然在學校 我就晃過去學校看看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我之前還有交代他 我說 你不要去學校找他 超恐怖 課後社團結束 他會回家 他就偷偷晃到學校了 因為當父親了就覺得 如果說我可以找到他 跟他一起搭捷運回家的話 那是不是感覺 或是說他不要搭捷運 我可以一起搭計程車 所以你慢慢晃過去 該不會是花了一個小時 才慢慢晃過去 我就晃過去 其實十幾分鐘就到那裡了 你當下的心情如何 很恐怖 就是我們社團學校姐在講話 結果突然有人抓著我的手 我一轉過去 我爸在旁邊 妳會生氣嗎 我就是覺得 其實雖然這樣不太對 可是就會覺得 其他同學都在 然後 只有一個人爸爸來了 這年紀 我女兒已經開始了 他會覺得很丟臉 是啊 真的 而且我老公他以 你要去你就 就是在遠遠的 或是你在校門口打電話 他不是 他會慢慢晃到那一群 社團學姐學長 然後抓著我女兒的手說 Fifi 好可怕喔 然後全部同學就說 還非 還非 你爸 你爸 所以你現在要協商的是說 刪掉這個追蹤APP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個 可不可以不要刪掉 但是我們 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太常看 好不好 就是一天看一次 就是一天 就是你要回家的那個時候看一下 我覺得其實 我主要在的是 就是想法吧 就是我覺得他們就是有點 爸爸有點就是不信任我 就是我會覺得說 你下來 你當初下來這個APP是因為 就是如果真的有事 會方便聯絡 但是你現在 反而把它拿來當作是在 監看我在哪裡的 我覺得 是這樣子好了 就是除非以後要跟你約 要去接你 那很難找的時候才看 好不好 不是 才打 你看幹嘛要讓他知道 你就偷偷看啊 看了我們 你看不看我讓他知道 我們就不要聯繫他 對 只要知道他在哪裡 好不好 好 覺得如果不要刪掉這個APP 但是爸爸就是 即使看了也不要聯繫你這樣 對 我覺得這樣可以接受 看就看 不要在這邊喊抓這樣 然後不要突然在校園 嘻嘻 嚴禁所有人鎖房門 我也超討厭小孩鎖房門的 對 到底有什麼好鎖的 可是我已經二三歲了 然後咧 那我想問 假如說你要 我現在三十歲在房間 你不會鎖房門啊 那假如你爸每天就這樣 就衝進你房間了 當然不愧走 你進去一定會敲門啊 沒有啊 蛤 等一下 他們說會敲 但是他們都是 你們要先開再敲嗎 那沒有 那沒有 那如果沒穿衣服呢 是不是順序有點倒了 嗯 不是 嘿 聽你講你二十三歲 我現在五十幾歲了 我的房門 你們想進來就進來 我沒有想看你啊 我根本沒有想進去啊 我根本沒有想進去 你爸爸裸體咧 對 對啊 所以我不會這樣子啊 就是 我覺得平常開 可是如果晚上有時候 可能 就是九點十點 然後凌晨的 就是 鎖門其實還好吧 而且我爸媽有時候也會鎖門啊 這一條是 爸媽鎖門是在忙啊 那我鎖門有時候自己忙 也在忙 沒有 我只是說有時候男生鎖門 我們男生鎖門是有鎖門的苦衷的 所以這一 這一條 我們幹嘛鎖門 這一條是 這一條是媽媽規定的嗎 對 我媽每次就會罵 她就可能敲門 韓先生 你現在鎖門怎麼樣 你租亞房是不是 你要不要付錢了 你每天要鎖著門回來 然後你到我這邊是什麼 租房客啊 你 你難得鎖個門 他們就覺得你一定在幹 對啊 為什麼 那你們在幹嘛呢 我媽 我們在看電視 你們 看電視幹嘛鎖門 對啊 有時候是故意 不是 我媽可能有時候 一三五鎖門 然後我可能 等一下 然後一轉 所以你是一三五在 你太看得起你罷了 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 他只要鎖門 我只要一轉門鎖的 我就喔 好 不吵他 可是我鎖門他就 韓先生 韓先生 你租亞房嗎 然後敲門 你看這互相的嘛 我不會 不是 我們難得鎖門 你一定要開心 我開心什麼 又不是我公什麼 公什麼事 很變態 他其實爸媽到這個年紀 還會鎖門 不是 難韓飛 韓飛會鎖門嗎 我會鎖 但是我是真的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 比較沒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晚上我是那種 連窗戶都會鎖 然後窗簾一定要拉到底的那種 所以我鎖門是 我會比較有安全感 對 但是你白天也是會鎖啊 因為我爸他常常會 直接闖進來 他可能會突然 我在打一下電腦 突然我的門被推開 然後他 然後 飛飛 然後我就說怎麼了嗎 他說 沒事 然後又關 假的 他可能這樣 測試一下他的定位有沒有 是 當機 我就不喜歡 好像你鎖門 我鎖門 但你隔天看我的表情就不對 那你也可以看我表情不對啊 你知道我女兒有時候說 我說怎麼了 他說 你們結婚這麼久了 我說那怎樣呢 他說結婚這麼久還會鎖門喔 韓飛要觀察 要觀察 我說鎖門不代表什麼 但如果隔天媽媽出來 是這樣的時候 對啊 那就是有一些狀況 對 我自己在這方面 我對韓飛有一個潛規則 就是我自己呢 那我自己呢 就是覺得說呢 他差不多 那我24歲嫁你是怎麼搞的 多兩歲 早了兩歲 而且我當初一認識他 就急得到我家 哦 不是啦 現在在講韓飛 你不要把我父親的威嚴 給踩在地下 我現在沒有交男朋友 也不是因為他這個規定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不管再幾歲交男朋友 都會是我自己的決定 不會是因為他 到目前有享受過這種曖昧的感覺嗎 呃...沒有 洪雨燕這樣子 沒穿衣服從旁邊走過去 洪雨燕到底為什麼會沒穿衣服 在外面走下去 太熱了 太熱了 可能是熱 就是我自己 就是對自己的 自我要求 對 然後還有一方面就是 等一下人家講很怪 但是我就是 就是比較對 學校的同學比較 比較沒什麼 沒興趣 還沒碰他喜歡的啦 還沒碰他喜歡的 很好啊 你看你女兒讓你多放心 是啊 所以我就 我也沒有把它當成規則 這是我的潛規則 我自己在心裡面 默默的守著這一個規則 好的 因為我女兒轉學嘛 十三歲 第一天回來 我說你今天學校怎麼樣 轉學怎麼樣 她說媽媽 心學校的男生 好帥喔 這樣 翻白眼 真的 但還好 妳如果看到帥的男生 或是喜歡的男生 妳會跟媽媽講嗎 會跟他分享嗎 一定會啊 那就好 他什麼我都會知道 那就不用擔心 女兒是二十六歲以後 妳會覺得 二十六歲會不會太晚 女兒其實我一直 贊成他高中就交男朋友耶 因為媽媽當年就是 沒有交什麼 就年輕就嫁了 是 所以我就會跟他說 二十六歲交男友禁令 廣中頻道 余皓然當眾打臉 但還好 妳如果看到帥的男生 或是喜歡的男生 妳會跟媽媽講嗎 會跟他分享嗎 一定會啊 那就好 他什麼我都會知道 那就不用擔心 女兒是二十六歲以後 妳會覺得二十六歲會不會太晚 女兒其實我一直贊成他 高中就交男朋友耶 因為媽媽當年就是 沒有交什麼 就年輕就嫁了 是 所以我就會跟他說 不要學媽媽 一定要朋友其實可以多交 多看 多觀察 不要一股腦的 就是到一個年紀 交了一個 就死心塌地 就要嫁給人家 是不是有了那種棒球的術語是 一壘是什麼 一壘 二壘 三壘 然後本壘嘛 全壘打嘛 對啊 你幫他講一下 給鍾平哥聽 一壘的意思就是 就當然 某某小手 就是這樣 這樣是一壘 一壘 對 如果這樣就本壘 對 這樣 都能夠晃 對 這樣 這樣是一壘 對 然後二壘是 是漏街才會一壘才到 二壘是 親嘴 親 擁抱吧 二壘是擁 親嘴嗎 二壘是擁抱 二壘是親嘴吧 先抱才親啦 先擁抱再親嗎 對啊 不是 可是我的版本是 你是先親再擁抱 不是 一壘是這個嘛 然後二壘是親 然後三壘是 摸 然後四壘就 那個 就本壘 就縮完 他直接略過擁抱那個階段 擁抱那個 你牽完手都直接親了 好 那在26歲以前 你可以接受女兒到幾壘 那個 一壘是牽手 對 二壘是親親 三壘是摸摸 或是可以 一壘之後 直接倒壘到本壘這樣 好 不行 不要這樣 對 所以你覺得 你可以接受到 對 我覺得 就是 直接就三陣出局了 26耶 那妳在26歲以前 已經到本壘過了 我24歲生他的啊 對啊 也是 是耶 我覺得如果真的碰到 不錯的男孩子 為什麼 交個朋友 對啊 對啊 現在什麼時代了 有時候你 防護措施做好了 對 中平哥定的規矩 跟自己做的行為 是兩件事情好了 對啊 他就是因為自己做完這樣 然後才來規定 小孩這樣 對啊 他自己規定好的 然後 喂 那兩位小朋友 你們覺得你們媽媽們 對你們最常念的 經典語錄是什麼 我媽媽一直跟我說 叫我不要一直往外跑 那你幹嘛一直往外跑咧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 假日 那你 因為我 像我好像我前陣子在當兵 我剛剛退伍 那退伍你一到五當兵 你禮拜六是不是就是 禮拜六放假 禮拜天回去嘛 等於一直放一天的假 那你回來是不是就會出去放鬆 或是訓練跟朋友出去 對 很合理吧 合理 我每次回來 出去我媽就會說 韓姐 為什麼你又出去 你每天到外面 我說我在當兵 所以我每天到外面 他說 那你當兵回家了 你應該待在家 我說對 我說當兵回家也是歲數我要放鬆 我跟朋友出去 可能聊聊天幹嘛看個電影 他說 我想了一下 滿合理啊 合理啊 合理啊 然後以後我去問說 你問你其他的那些靈兵 你問他們 他們會出去嗎 我就去問 大家都出去啊 當然啊 我就不 他們只是回家放個行李而已 就出去了啊 不是 應該要陪家人吧 沒有… 因為你到這個年紀了 你假日回來 沒有… 其實我真的要講 因為他到這個年紀了 他不是還很年輕 我覺得說退伍之後 你的人生又邁入了 另外一個階段 所以當你越要退伍的時候 你回到家那一天 越開心 應該是要好好想一想 你退伍之後 你的人生 你的未來 你工作 你將來 應該就要念一個小孩 我覺得好嗎 禮拜一到禮拜五 就就是這樣子想 沒有 禮拜一到禮拜五 你在軍中 你沒有辦法可以去很 很清楚的司法 媽媽 回家被媽媽媽 難怪會一直往外跑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 你只要讓我看到你 這一天是待在家裡 媽媽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孩子 很乖 我不要你這樣覺得 沒關係 你不用這樣覺得 可是他現在就是 應該要出去交朋友的時間啊 沒有 這個年紀 不是交朋友的時間 對 也不是啊 我只是說 就是因為剛好一到五都在 你整個都被關注 所以你只有六年人出去 媽媽在他這個年紀 都要快要生他了耶 然後他 我就常跟他講說 韓靜 你不曉得 媽媽在你這個年紀 都要生你了 結果後面大字報可以拉掉 你看他很累 然後你知道他怎麼回我嗎 我就說神經病啊 這個時間生活 我要怎麼養小孩 因為我就覺得很誇張 然後他幾歲 就如果現在你要我生一個小孩 要我養我 晚一點啦 晚一點 對啊 思考一下人生 算了 算了 而且他這個年紀 他如果跟哥們分享說 他六日去哪裡 他說我都在陪爸媽 會被大家說是媽寶 笑 會被笑 陳寗憲 我說不行就是不行 哇 就是我也常常出去玩 然後都會 就是因為媽媽這一關很難過嘛 可是媽媽一季也很常出去玩啊 對啊 她都沒有跟我講 就可能跟我說 我要出去一下喔 然後我就可能講二十分鐘 結果是 就一出去就是好幾天 什麼 好幾天去哪裡 就是一天那種 都是 修丹姐 你先講你的好不好 然後我出去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問 去哪裡啊 要幹嘛 跟誰 電話 同學是誰 哪裡來的 什麼就一直問 然後爸媽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對啊 他就一直問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我在乎的是 他都先問他爸 然後才來跟我講 我就說 你現在在哪裡 他說 沒有啊 我跟同學在一起 我說 誰說 你可以去同學家 他說爸爸說可以 我說 我說 不行就是不行 你現在趕快回家 因為我至少有跟一個家長講 而且我有說 比爸爸那一關比較好看 對啊 因為媽媽 他常常不接電話 我就 對 而且在工作 沒有 我不接電話 你可以傳簡訊 有 他都很久的時候才看 然後看到的時候 又出去 都不會講 然後就開始一直罵 爸爸就是 好 你只要安全的時候 安全就好 好 我就說 你再跟媽媽講 什麼是安全嘛 然後爸爸都會 就是 不是啦 好精辟的見譜 你看我們都只有一個女兒 就是會很擔心啊 女兒真的會比較擔心 真的… 爸爸就是那種 他就在教求 他根本就不知道 爸爸可能把我當男的 因為爸爸他不會跟我講說 那個妹妹去同學家 他就覺得他OK就好 他不會說 媽媽那個妹妹去同學家 所以我就不知道說 妹妹放學去哪裡 不知道假日 一整天 去哪裡 然後我就 那我之後會傳簡訊 沒有 我就會說 你去同學家 那你就拍照給我 然後我女兒就是掃一根筋 已經出去完一整天 照片也沒傳 然後去哪裡 都跟誰我都不知道 所以之後我就會跟他講說 去哪裡一定要先跟我講 他每次出去都不會報備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不行就是不行 去哪裡都不行 都一整天待在家 然後他就說 然後我出去的時候 我又再一家出去 然後我又說 可是我在家一直被你罵 然後我出去也要被你罵 然後結果有一次 我就真的有跟媽媽說 然後他就說 不行 你不能出去 而且我只是出去買個東西而已 他就說不行就是不行 不是 因為太遠了 他要用走路的 對 然後要過馬路什麼的 很健康耶 他幾歲還不能過馬路 太遠那個 要媽媽按錢嗎 那個是巷子晚上的啦 巷子啦 晚上的是巷子 你說白天的話還OK 那是他每次要上學 要經過的那個路 我覺得白天OK 晚上我就覺得太暗了 危險 我說不行就是不行 等你爸爸回來 所以他可能最常記得 就是這句話 等你爸爸回來 不行就是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對啦 但是因為如果是女兒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 很擔心 對 因為他才國中而已 對啊 但不管怎樣 就是出去要報備一下 好 讓媽媽會擔心 兩位有看到媽媽的影子在裡面嗎 韓靜跟陳寗 另外一面比較多 這一面比較像 對 就是另外一面比較多的 那有哪一句讓你最受不了的 第四個吧 等你當父母就知道 我媽最常講這個啊 我早上才跟他講的 對 然後他又說 韓靜你每天這樣子出去 然後不知道幹嘛 把我們家當亞房 回家就回房間 也不會跟我們聊天 我也要不要這樣 把家裡當套房這樣 然後有時候我跟我媽聊天的時候 他會說 你知道我媽 你知道韓靜你知道媽媽今天錄音很累 你可以不要煩我 很奇怪 對 然後他每次講完之後就會說 我跟你講以後你生小孩 你就知道你會怎麼樣 對啊 然後你出去他就會說 又我要去喝酒 我沒有這樣講 我沒有這樣講 我只會喝酒啦 我只會說 如果有一天你這樣來生小孩 小孩跟你一模一樣 你就知道了 對 苦笑 苦笑 我如果生到我這樣的小孩 我會把他打死吧 所以 他自己也 算不了 他說你放心 如果我生到小孩跟我一樣的話 會把他打死 我說 那你既然都知道 你為什麼不能聽媽媽的話 對 真的要聽媽媽的話 對 陳琳你最受不了哪一句 第一個 媽媽都會跟你講說你看吧 對啊 就是譬如說 他就可能說這個東西要放在那邊 因為前程是板家 然後就是我們在擺那個 擺飾品 然後譬如說放在這邊 然後我就說 可是不好看啊 雖然放在這邊 他說 可是貓咪會踢到 我說不是 然後結果貓咪真的上去 你都要把他踢到 他說 你看吧 掉下來了吧 秀琳今天雨露 陳琳幾乎笑不了 報效盈 廣告回來大上揭曉 陳琳你最受不了哪一句 第一個 媽媽都會跟你講說你看吧 對啊 就是譬如說 他就可能說 這個東西要放在那邊 因為前程是板家 然後就是 我們在擺那個擺飾品 然後譬如說放在這邊 然後我就說 可是不好看啊 所以放在這邊 他說 可是貓咪會踢到 我說不是 然後結果貓咪真的上去 然後把他踢到 他說 不是 他們就耳朵 摩羯做的就是很 耳朵很硬 就是講不聽 然後叫他趕快把東西收走 等一下會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不要做 然後我就說你看吧 然後他又找不到他自己的東西 然後偏偏就是要用的時候 他自己找不到 對 對 我女兒也是這樣 我每天幾乎都說你看吧 你看吧 好討厭的 可是我每... 爸爸也要找不到東西 我說你看吧 你看吧 又找不到 到底在幹嘛 頭腦呢 對 我每天 他們自己放的東西也找不到 對 我每天也是在家裡 最常講的就是那句話 對啊 我說你等一下這個東西 放在這邊就是會說 你看 你看吧 鬧事了吧 每天在家裡就在念那幾句 對 就是這樣 然後我女兒到最後已經自動反應 我說你看吧 她說對不起 我想自動一件事情 就是說Peter那麼會彈鋼琴 是你們逼他 還是他真的愛彈 小時候要逼一下 因為小時候都愛玩 對 對學習東西真的沒有耐心 但是逼到一定的程度 他到歲數夠了之後 他就變成說他覺得 音樂太好玩了 就放棄抵抗了 對 投降 那今天最後一個怎麼 來賓 是空的呢 有在哪兒嗎 好神秘 因為這位來賓 要為我們演奏一段鋼琴 好帥喔 不得了啊這個 很把他累 聽著鋼琴就知道以後 不知道有多少少女心又要睡了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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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帥耶 Peter 你好 好帥喔 好帥喔 媽媽以前 媽媽比你嚴還是爸爸比較嚴 之前應該是媽媽比較嚴 媽媽是會強迫你坐在那邊 一天練幾個小時鋼琴的這種 對 你看 沒有 我是管規矩 我就覺得一天有多少個小時 要練琴 然後呢可是管了大概兩三年之後 他彈得很好 我已經管不動他 因為我就說你那個彈得不對 他說你又不懂 然後再三年之後 我就真的沒有辦法再念他 然後後來就變他爸爸接手 因為爸爸比較專業 所以他小時候 一天你會規定他彈多久 大概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左右 那也還OK啦 對 可是他現在 你每天我們講的都是 你要不要不要再彈了 你要不要停下來去睡 愛上彈琴了 對 好棒喔 Peter長好 好快又好高又好帥對不對 對 超帥的 那個鼻子好近喔 媽媽你們自己曾經的夢想是什麼 我很乖 其實我的夢想 我可能受中國大陸的教育太久 我們就覺得有個鐵飯碗是最安全的 所以我從小到大的夢想就是 當老師 然後因為我也是念師範的 所以我以前在幼稚園當老師 所以我希望我的兒子 我當初後來堅持讓他去學鋼琴 也是因為我覺得 到最後你大不了就去當鋼琴老師 你絕對不會沒飯吃 你一定有飯吃 你去當鋼琴老師 甚至你以後可以到一個樂團裡面 然後如果你有出國旅行的夢想 你就在一個很大的國際性的樂團裡面 你就可以全世界的去演出 所以我也希望他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羽妮你有想過這個 讓Peter接阿建老師的職業嗎 我花那麼多錢栽培一個兒子出來 也沒有啦 就是當然應該要清出於藍勝於藍 那我 他爸爸本來就不是古典鋼琴出生 對 那他其實從小就是古典鋼琴 但是其實媽媽們真的不要想太多 真的不是你們想什麼他們就做什麼 是喔 我們就已經一路往我們想要的方向去引導 真的他都跟你想的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說你學鋼琴 那你以後出國去德國嗎 因為德國是學古典鋼琴最好的地方 他都要跟你弄個一年在那邊 只要講到去哪裡他就生氣 因為他想去美國 所以你就光出國去哪裡 是我們出錢耶 又不是你自己出錢 那我們出錢 他還要跟我們選說要去哪裡 可是是他的人生耶 對 那你自己去啊 你看 有威脅的感覺 對啊 就是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啊 對不對 對 你為什麼會想去美國 有一段時間滿迷那種爵士樂吧 然後就是美國就是 東岸就是爵士樂的重鎮 真的 但媽媽希望你學古典鋼琴 對 然後後來也有聽一些朋友講 他們就是說先把古典練好 然後爵士就會變得很簡單 對…真的 所以一切都是 你到底花多少錢 買通他那個朋友跟他講話 真的… 真的是 我一聽說那個朋友 是從歐洲留學回來的 然後就說你從歐洲 歐洲好不好 好 你趕快去找我兒子去 然後就把他們倆 關在一個房間裡 我就不進去 然後出來之後 他就說好吧 我去德國 曾莉姐妳自然有多了解西賓 四分 哇 你說四分是指最不了解 不是 四分算是了解 因為我把他當朋友一樣 在照顧 在相處 所以我們的對話 其實就不是像一般那種 爸爸媽媽講很嚴肅的話題 所以是什麼都能聊 你們會聊什麼 他怎麼在偷笑的感覺呢 他偷笑 對啊 因為我就會問他 學校怎樣或幹嘛 有沒有交男朋友啊什麼 反正就什麼都問啦 媽媽給自己四分了解你 你認為呢 我給他二到三分 有 為什麼咧 因為我覺得 我比較常跟爸爸相處 所以感覺爸爸應該比較懂我 對 是嗎 應該是 你比較常在台北工作啊 對啊 就比較沒有一起 而且我們只要一講電話 就很容易吵架 就講個幾句就很容易吵起來 對 我覺得這也是缺點 因為太像朋友 他真的沒有把我當媽媽在顧 你知道嗎 像當朋友一樣在幹 每次都要我跟他講說 注意你的態度 我是你媽 我是你媽 不是你朋友 我也很常在跟你媽 可是你不是想要相處像朋友嗎 可是相處想要像朋友 可是他就開始會 到後面會變得有點沒禮貌 比起來現在的童年好像豐富很多 可是我們的童年好像純樸很多 對 對 完全不一樣 這倒是沒錯 那你已經 你有吃過哪一些零食 這個要講到就是 我們要從小一直愛吃什麼 我們小時候都吃這些東西 對 來 我給你看 牙膏 巧克力 你可以挑一下 我跟你講 今天媽媽在 這一個我們算你三萬 太多了 太貴了 你有哪一些是沒有看過的嗎 我 這個就沒有看過 然後這個也沒有 這個咧 這個咧 這個也沒有 這個也沒有 這個也沒有看過 這是 拜託 這以前就是小時候 有沒有在那邊講 想裝壞的時候 對啊 耍帥 有沒有沒有看過 裝壞的時候 很有感覺 來一根 今天來一根 好 來 我跟妳吃的好不好 老師 妳是要夾的 妳真的是壞決生 妳就發整的 有時候抽菸 她真的有抽菸這樣子過 妳這樣壞決生 好合格 真的沒有練過 有 真的 真的練過 太快嫌了 然後以前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每次吃完 嘴巴都紅紅的 像橄欄 芒果乾 對 芒果乾 芒果乾 然後還有一個人在後面 好像假裝沒看過這些零食 也要 我要好想吃耶 而且妳知道 就是糖果 最愛吃就是這些零食 越不健康越好吃 越不健康越好吃 這個 這個我真的沒吃過 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看過 它是要拿一個米 這是要拿一個吸管 麵茶 菜在旁邊 反而妳看過 這個我好像知道 很久以前 柚子醫師這應該你小時候有吃過吧 沒有看過 我小時候 因為家境清寒 所以只能遠遠看著別人吃 真假 這妳說什麼 這是插進去然後吸 對 我們開一個小洞 這樣不會嗆到 這樣不會嗆到 這樣不會嗆到嗎 會嗆到嗎 就是會嗆到 我就說 這樣吸不會嗆到 他就是沒吃過 對 證明會嗆到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通常小孩子愛吃零食 都是妳養成的嗎 應該多少有一點 因為是媽媽自己愛吃 所以其實我買很多 那像我們家現在沒有零食 是因為SKY真的太胖了 所以是為了小孩借零食 可是妳就是 我一離開她的身邊的時候 我包包打開還是都是糖果 妳自己愛吃糖啊 對 我自己愛吃啊 Phoebe妳愛吃糖嗎 我還好 就是沒有像她這麼嚴重 就是包包都還有一大堆 她真的超誇張的 然後妳問她要不要吃 我不要 她的糖也都不好 我覺得怕糖不好吃 她吃糖都很奇怪 就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個 一種檸檬那種奇怪的糖 猴糖 喔 檸檬鹽的那個猴糖 那很好吃啊 那很好吃 可是因為就是想說 戒掉糖果 所以就來吃猴糖 妳想問一下幼稚醫師 孩子一天的零食量 大概要多少為家 我們會說 零食就是零啊 不要吃啊 不要吃啊 這是醫師的答案 那如果站在一個人類 或是爸爸的答案 我們都會說 孩子吃零食好嗎 幼稚醫師盡報解答 廣告回來馬上揭曉 好 檸檬鹽的那個猴糖 那很好吃啊 那很好吃 可是因為就是想說 戒掉糖果 所以就來吃猴糖 妳想問一下幼稚醫師 孩子一天的零食量 大概要多少為家 我們會說 不要吃啊 這是醫師的答案 那如果站在一個人類 或是爸爸的答案 我們都會說 沒有吃零食真的沒有童年 對啊 所以偶爾開放給孩子 例如說 今天禮拜五啊 明天放假我們來看場電影 吃吃零食 我覺得OK 甄莉姐 流行的拍照的姿勢 永遠都是 對啊 YA YA 對 對 但是現在 妹妹們的拍照 是不是姿勢都不太一樣 是多多少少有一點啦 我自己 但是YA還是 大家都是一樣的嗎 好 那妳可不可以告訴我幾個 妳覺得 天哪 怎麼這個姿勢還有人在擺 就是 的幾個拍照姿勢 好啦 好啦 然後呢 還有人 不是叫妳說我 我覺得很多像是 觀光客子寫事就是 就是那種這樣子 這樣子拍照那種 就是有點不在幹 還有 還有那種有沒有 有一團人 比如說我們來拍照 然後再拍照 那妳中間 我出這隻腿 妳出這隻腿 然後大家這樣 這樣 對 好恐怖喔 好噁喔 對不對 然後每個人這樣 還要擦腰喔 擦腰這樣 她擦腰一定會自有用 對 幾不同邊 然後就覺得 天哪 這個對你們來說 是不是很老套 天哪 你們穿著這麼復古 剛剛在我前面一個牌開 我突然間好想吐啊 有沒有穿一個 時空的感覺 OK 那妳現在你們的姿勢 大概都是什麼樣 通常都反正就是遮臉啦 遮頭啦 沒有人 沒有人 現在的小朋友拍照 我就覺得有點見不得人 沒有啦 也沒有到這麼 這麼誇張 但是就是可能會 我比較 我自己個人的話 就比較習慣就是側的 側臉 看鏡頭的 對 對 因為 就我看正點是覺得 臉很大正 但是側臉的時候就會比較 還有側臉的時候就會有鼻樑 對 對 那妳社群網站上面 關心的那些大奶網紅 都怎麼拍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說 今天天氣好熱喔 對啊 晚安 真希望有個人陪 現在最夯的韓劇是什麼 青春紀錄你知道嗎 妳知道嗎 她說妳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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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個不要 上方保健我知道 阿嬤 阿嬤 妳是說媽在 妳就短短一把 妳是嗎 一家人最親密的存在 有時候也是 有引爆彈在裡面 沒錯 目前幕後是有落差 不要看他們今天真厲害 一家人好像 喝喝喝的 喝喝 他們剛剛在後台 都沒有在講話 對 也住在不同的家 沒有啦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把 這個祕密公諸於世 公諸於世 好的 來 祕密在這裡 我已經收到一些 那個密函了 好 來 第一點 爸爸偷給卡 授權無限刷 這個是誰的爆料 我 我的爆料 爸爸是給你卡嗎 對 就給了我一張卡 這樣子 好棒喔 無限刷嗎 而且 但是我自己有自知之明 但是我不會就花這麼多錢 這樣 確定有自知之明嗎 有啦 可以有啦 有有有 但是媽媽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卡是沒有額度 還是說她刷多少 世界卡 可是她每刷一 哇賽 爹地 等一下 因為她每要刷一筆或怎麼樣 其實她都會先問我 對 然後沒有等到你回 就先刷下去了 沒有沒有 我只是做告知的動作 我只是做告知的動作 告知的動作 可是她都不會刷很大計 她目前刷過最大筆是多少錢 大概六百萬那台車 喂 沒有啦 兩萬多塊 沒有這麼誇張耶 沒有一筆啊 就是 可能一筆就可能 最多大概就幾千塊這樣 妳媽媽在旁邊很生氣 沒有啦 所以不知道這個 妳不知道這個卡是不是 不知道啊 蛤 而且我認識我老公這麼久 我自己刷卡都刷自己的卡耶 她有給妳卡嗎 沒有啊 蛤 我都刷我自己的卡 哇 哇 有啊 我給她門禁卡 門禁卡 夠啦 門禁卡 至少讓她 至少可以讓她禁卡 Vivi 那妳有這個卡多久了 有還滿久的 大概有 對幾個月的樣子這樣子 還笑出來 得意 還自己得意地笑出來 SKY現在在想說 接下來就是我了 沒有 沒有他 SKY接下來就是會一直刷那個 對 餐廳的 他就開始看車 因為 看車咧 希德哥你會給他卡的原因 不是 因為他對於金錢 比較有概念 而且不會亂花錢 為什麼 SKY是會 SKY真的不行 真的啊 曾經好像有一次 游泳卡 是我幫他存好 游泳卡一千塊 就是給他 就是下車的時候買 對 他就把他 一天就沒了 帶去跟同學 來 帶來買 對 跟同學一起 我麻布了 那自己拿 我有卡 我的布 請容許我在這邊 叫你一聲SKY哥 我等一下可以買些東西 但SKY哥去便利商店了吧 便利商店 OK 所以你覺得 曾莉姐這一張卡 你現在知道了 你會收回來嗎 我也收不回來啊 沒有 因為其實我跟 分析得跟我們兩個人的財產是分 對 我跟我老公 其實我們身體財產是分開的 就是各管各的 對 所以其實只要 他沒有動用到我的錢 其實他錢要怎麼用 我也不是很在乎啦 OK 然後他只要每個月 該付的家用 都付得出來就好了 那你會再跟他 要一張無限卡嗎 他不會給我啊 因為他就覺得 我跟SKY是同一掛的啊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二條 媽媽長雙標 說跟做都不一樣 這誰的爆料 SKY怎麼說 因為 媽媽都比較重視IQ跟EQ 還有禮貌 然後 我們每 因為她很喜歡睡覺 每次我們叫她 叫她起來的時候 她又不耐煩 沒有IQ跟EQ還有禮貌 對 因為就是 對 她叫我 叫我起床的時候 我難免嘛 你叫起床的時候 你在睡覺會有點起床氣嘛 那因為只是有的時候 答應她要送 是只有一點嗎 對 一點點 我就說 你不會自己叫Uber去喔 你大概 我等一下再去 這是原本就答應她 要 這個如果是每天還沒關係 她是只有禮拜六回來 就是週末的時候 接送那一天 那一次而已 還這樣叫她做Uber 就接送這麼一天 兩位家長覺得她幾歲 可以交男朋友 我覺得都可以啦 大學之後啊 哇塞 甄莉姐真的是完全不在乎 對啊 為什麼都沒差啦 然後滿月的時候就可以交 對 那SKY幾歲可以交女朋友 SKY SKY 隨便啊 你看 男生女生不一樣 爸爸永遠都雙重標準 可是男生真的好像比較沒差 可是我沒有禁止她跟男生出去 你說SKY嗎 沒有啊 非別 我沒有禁止她 她經常有時候晚上 可能9點 10點說 她有同學要找她下去走一走散步 走一走散步 對 她說是男生 她說對 我說好 我不會禁止她 又不是獨處 就只是去吃個宵夜 家很多人一起 沒有什麼 很多人 有沒有很多人我不知道 沒有啦 可是我不會去 阻止 就是你至少要跟我說 那你說真正交男朋友 我覺得真的要大學以後 那現在就男生同學 或者怎麼樣你們出去 不要去做欲舉的行為 是 其實你 那你如果將來真正交男朋友之後 你會第一個先選擇跟媽媽說 還是跟爸爸說 我覺得應該會同時吧 或者是 我比較偏 我爸爸同時的感覺 因為 感覺都沒有什麼好去隱瞞的這樣子 對 OK啦 因為其實 女生總是要談戀愛的吧 但是就是要讓媽媽幫忙 他在那邊講這些事情 SKY那個眼神 一直在偷笑 他在笑著 那我隨時可以笑嗎 SKY那個時候 我都不知道看過你跟多少 對啊 對 好想講那個麥克風 一打起來 不行 然後另外一直走 要流手汗 SKY你有交女朋友嗎 沒有 確定 確定 有喜歡女朋友嗎 沒有 沒有 是不是想爆料是不是 沒有 我不清楚 有人喜歡你嗎 沒有 沒有啊 好 害羞什麼 我喜歡你 太可愛了 他整個臉紅掉 SKY那你有在玩那種網路上面的聊天嗎 沒有 我只是在玩遊戲 所以你現在沒有老公老婆可以叫 沒有 好可憐 也沒有體罰過他們吧 沒有 對啊 我被打過嗎 當然小時候 小時候 妳常背他 我有打過你嗎 二年級 我記得好清楚 二年級 我會打過你 為什麼那次媽媽打你 就是 要背東西 然後 都沒背好他就打 用什麼 精神都來了 用棍子打 就是那種愛的小手之類的 喔 可是我打你還好吧 其實姐姐比較打的比較慘吧 所以我小時候都會 我到長大之後 我就一直跟我媽就是抱怨 我就說 為什麼她都不用被打 我小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 都被打的 就是國小二年級以前 打到打 對都是被 就是打就是打 就是沒有 我沒有一直亂打 我就打一次很狠的 那一次我剛才就是都是 都是被單身 回到我這樣累 就說好累 奇怪 沒有啦 沒有啦 以前可能比較沒有麻將咖 所以打小孩 現在打麻將 屁啦 來試試 現在這年紀 姐姐過她的 都跟同學 她現在已經開始 逐漸遠離我了 開始跟同學 什麼打籃球啦 什麼幹嘛 妳會打籃球 對啊 她就上籃球 還要打跆拳道 什麼態度啊妳 沒有 我是說很棒啊 很棒 會打籃球很棒 她打籃球打跆拳道那些 她們都活動一堆啊 你們會幫忙媽媽宣傳嗎 賣水餃 會 算是會 就是像有時候可能要 就媽媽可能要直播啊 或是什麼就會 就會用 幫忙 對 讓我們來去幫忙她一下 這樣子 對 但是當然也是有 一點交換的條件 例如說 例如說 標準的金牛座好不好 標準的 就是可能就是 因為我其實都還滿不情願的 因為我覺得很 就覺得很麻煩 然後對 但她就會說 好 就給你可能 五百塊一千塊的感覺 幫我直播個一兩個小時 這樣子 我說 幹嘛講出來價錢 妳跟她不一樣 喂 那Sky都OK Sky一百就願意了 妳不要這樣 好務實的人喔 好務實 對 妳不要講出來 從小被使喚慣了 發現有錢就已經很棒 Sky會不會今天就離家出走 姐姐有無限卡又一千塊的 我只有被使喚跟門禁卡 晚上還回來說 謝謝這個家 門禁卡 所以 妳是自己上網找學校還是 通常這東西是比較 我都偏向自己來啦 對 然後 如果需要一些意見的話 我通常是找爸爸 因為媽媽講話真的是 他沒有建設性的 所以呢 對 那就是先 對 我都是比較常見 例如說 怎麼沒建設性 他就是他 就是妳可能問他一些 我其實也不會問他 但是我就是感覺可以 感覺他講一些答案都是那種 就是 妳要覺得美國還是歐洲 我覺得歐洲好了 因為我這樣我可以去歐洲 妳有這樣講喔 我一定會說 妳決定就好 因為是妳的未來 那就是有講跟沒講的 對啊 所以你FB是不用擔心的 對 他比較有想法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那Sky就還在訓練當中 不過他才小六沒關係 他才小啦 對啊 但是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慢慢的 去規劃自己要什麼這樣 妳想要做什麼 我暫時是還沒想到 只是媽媽跟爸爸 要叫我去做機師 會啦 我跟妳講 我以為當機咧 機師 那叫機身 機身 跟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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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OK 所以 機師很棒啊 對啊 空姐都很漂亮 喂 喂 費力掌 這個就是 我叫他去念機師 爸爸會去念 對 以後 爸爸會一直去探班 對 爸爸會說 Sky吃了沒啊 你知道嗎 坐機師家裡人坐飛機不用錢 對啊 那你努力喔 對 加油 Sky機師好 那如果坐機師 我又可以坐商務艙 那有童姐 那以後你姐出國念書也不用錢 真的 對不對 那時候你就再跟她收錢吧 小時候受得委屈都逃回來 逃回來 這17年的相處 超超鬧鬧也是要有些真心話了 好不好 Sky有拿小超囉 Sky拿出小超喔 小超超 裡面該不會只有一個字吧 一個字 二 三 那Sky你先說吧 這是 媽媽99 媽媽 媽媽99 媽媽99 她強調了三次喔 媽媽99 99 媽媽99 99才回來 回家一次 所以 雖然我已經習慣 習慣她不常回來的時候 但我還是 希望你放假日回來 不要只會睡覺 真心話 這個真心話 好真喔 這個真心話從 大概這個節目的頭 已經講到這個 講到我啊 都還在那邊 你多能睡啊 OK 這是Sky的真心話 好可愛喔 對啊 而且其實 其實沒有很長喔 她還要寫小超 Vivi 我媽就是 對啊 我就是希望她 不要再亂花錢這樣子 然後我跟她 我們講話都可以 就是稍微有耐心一點 就是我還有她 都要講話有耐心一點 然後不要太 就是太想吵架什麼的這樣子 你們誰講話 對誰比較沒耐心 兩個都... 哪有我們兩個都是好不好 為什麼跟她講 我們兩個就好像姐妹 她也根本不像媽媽跟女兒 媽媽跟女兒完全不像 因為她 她罵Sky比我還兇耶 Sky也只聽她的 不聽我的 因為妳久久 久久才回家 久久回去一次 那她就應該更聽我的啊 因為我對她這麼好 對 不要拉掉 謝謝 Vivi 對啊 就是這方面 對 就是希望可以再 多一點相處 可能一起多出去做一些 真的 就不要再睡覺 一起去做一些 更有一些運動 可能一些家庭的活動之類的 菁姐那妳剛剛聽家人的內心話 妳有什麼想法嗎 我會啦 因為其實就是 我也是希望大家的相處能多一點 只是因為我們就是台北台中兩邊 那有的時候多多少少 我也會因為就是懶惰啦 想說明天 後天有通告 那今天沒事 那就留在台北 就不要跑來跑去 那其實有的時候還是可以說 明天沒事然後先回去 然後後天再回來錄影或幹嘛 我會盡量再把那時間調整一下 對 所以啊 我就想要珍惜 每一次個時刻的相處 對 然後也希望祝福大家 就是雖然疫情現在是四處蔓延 但是大家幸福是真身的 祝福你們喔 謝謝 也希望希德哥的這個旅行社之後 可以這個 順順利利的 好的 謝謝希德哥 謝謝大家 喜歡我們的節目還可以在哪裡看到呢 歡迎大家追蹤訂閱 聽媽媽的話的粉絲專頁 官方IG還有YT頻道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